嘉义县山区立法委员参选人陈冠廷与县政府在今天举行记者会 邀请台湾思科 台湾微软以及华电联网等三家科技领导品牌 合作开设科技人才培力课程 要提升南台湾在IT智能产业上的专业实力 好几台绚丽的无人机飞在空中 还不断变换队形及颜色 科技感十足 学生还能操控无人机结合舞者 带来最酷炫的人机共舞表演 这是17号嘉义县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及县府举办记者会 更邀请了三间科技领导大厂 台湾思科 台湾微软 华电联网 针对南台湾进行智慧科技人才的培育合作 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县市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培育 因为不管是资本的投入 还是任何的设备的投入 或者是整个园区的投入 到最后都需要有人力进驻 第一步就是把所有重要的这些产业 能够进来我们嘉义县 科技大厂们也会全力支持县府 让嘉义的科技发展更为完善 希望说借着今天这个多方的合作 把这个台湾的无人机产业 带到另外一个境界 那也期望台湾可以在无人机产业 这个在世界成为第一名 嘉义县长翁张良也代表县府 与华电签署合作备忘录 和在地农民恰塔媒合 扩大嘉义在数位科技智慧农业 多方面的潜力发展 记者蔡创吾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